2024宜蘭童花季依然饗宴 开幕仪式今天在望龙皮举办 以客家巴音搭配薄公祭仪来揭开序幕 县长林之庙表示 每年童花盛开的季节就是相聚的时刻 除了今明两天的童花音乐会之外 还有两条童花小旅行 带着大家深入大同乡的客庄 欣赏美丽的童花感受客家风情 今年的童花季就从我们今天开始 4月27号到28号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这里 看到客家这么多 表示宜蘭县的好山好水 大家共同来维护 能够让宜蘭县更好共好 再来在我们的5月3号4号5号6号 这几天我们的宜蘭的茶园 还有我们这里所有的好朋友 对着我们的望龙皮 这有很漂亮的地方 童花在4月5月都会开发的一个盛况 它就会有一种人说的五月雪 那也非常漂亮 那在这个段期间我们宜蘭有些步道 不只我们开放的两个步道 其他很多的步道都可以欣赏到童花的一个美 那在这边邀请我们全省的 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 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宜蘭 其实他们需要很多地方 可以好好发挥 好好发展 来出境建设 包括乡年比 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好朋友 常常来这边观光 今天活动现场还安排小龙在地市集 客家美食品尝 以及防炸宣导等一系列的活动 用丰富多元的方式 来和民众分享客家文化不同面向之美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动态的吗 动态的吗 动态的吗